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文章涉及到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中共本身的合法性 因为当时我们分析的非常清楚 温家宝的那一番讲话 那一番作为 那一番表白 被人们誉为 这是近十年来 温家宝最好的那二十分钟 而那二十分钟里面 所涉及到的整个的问题 实际表现出整个中共体制本身的问题 我说水落石出 是对波熙来的案子定案之后 人们突然惊奇的发现 所有的矛盾竟然集中在 在两个月最后的时候 也就是披露出来 所谓的呱呱的保姆海伍德被杀 变成了一个杀人案的这么一个概念去走 这个走向 跟前面所有的我们分析的东西 跟前面整个中共政坛 所表现出来的故事 大相径庭 大家会看到的整个事情非常集中在一点上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蹊跷的 而这蹊跷的背后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这我相信是后面几天里面很多舆论所讨论的 我们也看到的BBC转载了中央电视台的一篇报道 文章的题目这么说的 央视说谷开来和薄熙来家的勤务员涉嫌谋杀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说 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伪计问题立案调查 新闻说根据党章以及纪检机关案件调查工作条例 停止薄熙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 并有纪检机关对其立案调查 大家注意到这里很关键的问题呢 我们记得第一篇文章最一开始爆出来的 是指把它开除出中共中央 现在转头说来 因为家里面有人涉嫌这样的案子 所以他必须停止 停止他在中共中央的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被停止之后呢 他就不能再参加这个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所有会议了 这里很关键的问题还依然把薄熙来成为同志 成为同志的说法 那就是保留党籍是党内的同志 那这个立案调查他变成了叫纪检机关 这个纪检机关我们可以表现出是中共内部的 也就是中纪委对他调查 那并没有移交到 并没有提到说要移交法律 但是呢前后又有空档就是说有空隙可以把他移交也可以不把他移交 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呢我们看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呢 就变成了薄熙来的罪责小多了 这个这个的变化就集中在说家里的老婆杀了人 家里的老婆跟秦武兵杀了人 谋杀别人 作为家里的一家之主应该有责任 大家听懂了 这个说法可就跟三月十四号温家宝那一番表白 冲着重庆的那一番表白 大相径庭 这是家里的事 家里出事了 做家长的没做好 就这么点事 这种事也就给他安全的落地 是可以安全落地的 我们可以这么解释 这种安全落地的意思 就是会给他保持还是在同治的这一个水平之下 那我们就能解读出来 从十五号他被拿下来 到做这个决定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打到了应该是空前的这种场面 我们设想不出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从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的罪责变成了薄熙来没有什么太大的 自己的主要的责任 这就变成了温家宝本身 大十四号的一番表白 也出现了水分 所以大家能体会到 这在世主在保护着什么呢 我们记得在这期节目当中 或者说在我们过去的两个月的评述当中 一再跟大家强调 这件事情如果往下走 是停不下来的 但是如果在这件事情这样停下来 我们就会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悲哀 而如果这么去停下来的话 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也就是温家宝本身所预见的阻力 同样的相当大 而这样的阻力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恐怕是整个中共内部的最高层的 不同的派别 这我们就能看出来 一党独裁体制本身的那种邪恶性 文章接着讲说 中共当局对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死亡 进行了复查 2月6号 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成都领馆之后 王立军反映的 海伍德在重庆死亡案件 所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 公安部决定对此事件依法复查 毕中就轻 一切全完了 就把一个洋人的死当成案件的主要的导火索 换个角度上说 薄熙来背后的势力 或者说支持薄熙来的人 把他老婆鼓开来送到死去 然后把他解脱 我说那薄熙来倒全了 前头能够踹过他爹 踹他爹 给他贴 踹了三根肋骨 后面能够使过他儿子 薄呱呱跟陈元的女儿搞对象 扭过脸来 把他老婆卖掉 老婆成了涉嫌 谋杀 杀人犯 为了保住自己 大家扎么扎么 是不是这么回事 文章接着介绍说 根据报道 薄熙来夫人 古开来及其儿子 过去跟海伍德的关系很好 后来因为经济利益问题 关系搞到恶化 新闻还说 经复查 现有证据证明 海伍德是死于他杀 有证据证明 古开来和薄熙来的勤务人员 张小军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涉嫌故意杀人罪 现在已经移送到司法机关 作为薄熙来 把他老婆送出去 为了保住自己 你让我看这条新闻 通过我们前两个月的 这么长时间的这种跟踪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大家想想多狠吧 党的内部的高官呀 狠到这份上 可以把老婆送出去 为了保住自己 想一想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东西 共产党之下的优秀党员 是什么东西 这些共产党员 这些最高层在一起 为了保护各自利益的时候 踹跌 杀老婆 卖儿子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